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类的三多一少就是喝得多 吃得多 尿得多 同时还消瘦 但实际上这个三多一少症状在二型糖尿病病人的早期并没有那么很容易地去发现 如果有这种典型的三多一少的症状的时候往往血糖很高 或者是那种一型糖尿病病人他有这种明显的三多一少症状 对于二型糖尿病病人来说他很多都没有这些症状 那么我们如何在一些还看似健康的这样的人群中来早期筛到这个糖尿病呢 需要大家注意这几个问题 如果你近期有一些明显的乏力但也找不到原因 那我们要注意血糖的问题 或者说近期觉得事物的模糊也找不到原因 我们要筛查一下血糖 还有如果你觉得肢体经常会有一些麻木感 尤其是这个指尖脚尖的这个麻木 我们就要注意是否会有血糖的问题 另外一个呢大家都知道二型糖尿病呢 它起病相对来说隐匿一些 现在来我们门诊就诊的大部分二型糖尿病病人呢 他都是在体检的时候 单位体检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糖尿病 所以呢对于刚才我说的这些早期的这些一些警示 我们需要注意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就是说早期呢因为现在人的这个健康意识是越来越强烈的 体检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么如果你发现你的空腹血糖在5.6以上呢 你不要认为它是正常的 就一定要来进行一个餐后血糖的一个监测 同时呢我们要注意对于那些40岁以上的中年人比较肥胖的 还有家族中有糖尿病病人的 还有一些就是生活习惯不好 经常酗酒的这样人群 或者是生下来是有一个 生下来体重比较大 或者既往呢 曾经怀孕的时候发现有糖尿病的这部分人群呢 我们都要及早的进行一个糖尿病的筛查